大家好,今日仍然很炎熱,記住大家依然是酷熱天氣特別警告 不要亂出街,不要亂在戶外工作,早點回家,陰涼的地方休息 尤其是那些交通督導員 今天你又來,希望督導員要顧著自己健康 不要在這麼酷熱的一時鐘的時候出去戶外工作 沒錯,等幾個小時,看看今天的新聞 昨天的時候,20日在灣仔入境事務處 有人遲刀恐嚇大聲的喧嘩 當然這件事就立即報警,警察全副武裝去現場制服男子 那個男子其實是一位外籍男子,是索馬利人,非洲裔的男子 遲行佳子 而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早前感情問題和金錢問題就跟自己的妻子爭執 也知道妻子今天會去昨天,會去灣仔入境事務處做一些手續 所以才會這樣去做 但是我看到這些新聞之後,就會不其然看到 現在自從荷里活的殺人事件之後 現在真的多了很多的報道,多了很多的事件 這個也有些感染效應 有些人覺得,那個是這樣做,這個是這樣做 一時衝動都會衝出來 那些很明顯就是一時衝動,想不開 他又沒辦法,那個人又性格問題 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你完全是解決不了問題,你應該都知道 你真是肉石俱焚 你稍為有些理智,你都冷靜一點 所以心理學家經常都說 這些新聞,我也不知道都是兩難 這些新聞家就是說 報不報呢? 是的,一報,他入了腦,他一想 你老婆又這麼壞,我老婆又這麼壞,我老闆又這麼壞 那我腦又溫了一個畫面 你相信我真是很難 心理學家說,想也不要想 所以有時難免說這些新聞是低調處理 心理學家是說過的,那個念頭一出 當然說前夜有時控制能力低的人是會有的 那他治控能力一低,他的念頭一在他思想溫一次 他越想越深,今次去跟蹤他 跟著他又開刀,跟著他恐嚇他 他想過他就真的會做的,所以很小心 另外有一些現在真的有風聲鶴淚 他就說這個人真的多了 以前如果你看到街,因為一些小小意外 他就在撞一下車,很快,在那裡叫撒一下,我們就彈開 或者在酒樓,搶椅坐,吵亂巴閉,又在那裡扔來扔去 我們就早點埋單走 現在你不報警,很大和 風聲鶴淚,草木皆兵 那些東西又會多了,跟著又會放大了一點 起碼跟進,就是跟進 什麼原因呢? 一跟進,深入,一說多了 大家的感覺,我們正常人 那感覺就說真的很多,很多人討論 小小事情都先報警 所以這個呢 我想都有一段日子才可以 將那個事件淡化 有一段日子要飛毆 一定的時間 希望這段日子裡面就少一些 這些報粗行為出現 因為的確是 最近是因為荷里活之後 就報多了很多 就是之前西環 或者是之前是追著過好像學生 因為幾句喵殺 先先口角 都不是動武 計而立刀 是嗎? 動一點就已經是出刀了 當街當行拿著把刀 以前哪會這樣 全灣街市 你開車退後 弄到禪棚那些 最多就是問候幾句 你都走了 你做完就走了 不用吃飯嗎? 現在很流行 去到盡 沒有高潮 好像有人拍戲 沒有高潮 下不了他的句號 拿著把刀 是這樣 一看已經蝕張了 你斬的話就更壞 不斬的話就要坐牢 斬的話就要坐牢 斬的話就要坐牢 問題 坐精神病院 是坐赤柱的 都是坐牢 兩樣都是坐牢 所以 雖然我看到你發出這張照片 幾 幾 怎麼說呢? 在條罕來講 都算是幾倍 都算很厲害 最近 我看到你發出這張照片 我都心想 都不知道是好笑 還是無奈 這些你完全抓到 黑色幽默 即是叫不笑不痛 即是你很想笑 但是 你又很無奈 很悲哀 但是 你悲哀 要發誓 又笑一笑就很悲哀 他那段文字都是高手 寫得好 即是笑話典範 首先 原來小嵐精神病院 當你康復的時候 會送回一個環保袋給你 平時就沒事了 即是說出院 公毅公毅 大家正常生活 這是堅定流 應該堅定 這個我真的不肯定 對 你問一問 真的堅定 堅定流 這類的 那段文字寫得好 自從我用回這個環保袋之後 同事對我下氣氣了 坐地跌和巴士 有人主動讓位 連行街左右兩邊 都有警察尾隨護送 我覺得香港越來越安全 在最後那個分數就說 是的 因為我們覺得你不安全 即是黑色幽默 這真是最景點 但是不知道 是否真的有位小嵐 是否出來澄清 其實市面上 我們沒有推出過這個環保袋 哈哈 都有可能是自己去 自己去惡搞 我覺得都是惡搞 像惡搞多些 但是我 是的 因為這個是 沒有理由 我怎麼會 醫療機構 精神病院 會出一個這樣的環保袋 給病人留念 出院就出院 是嗎 是 你會留念 哈哈 那海關拳告他 是不是濫用了這個小嵐精神的 標籤 這個就是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都是一個條款 放在這裡賣 我想沒有人買吧 應該不會有人買 這個就是 所以 我的群組說 真的有得買 這樣而已 他不是說 蛤? 真的有這個包袋 是 你都知道 所以現在的事件 當然也有可能 剛才我和超人你談的時候 也有可能是他最近 報多了 是 那看一下 因為現在始終是 荷里胡事件之後 都是傳媒焦點 所以看一下 都是 沒有辦法 都是唯有 現在的商店 就不得他死了 這件事就真的 大家都有陰影 本來我上個星期 在荷里胡也有一個表演 很多家長說 小朋友有陰影 我不帶他去 那表演就取消了 另外在西華間麥記 就說 廚房那把刀都收起來了 刀都收起來了 他說沒有切麵包服務 不如有些東西要切開麵包 那把刀都不切了 如果餐要切麵包 那些 我們因為沒有刀切麵包 就不供應了 交叉交刀都繼續供應 如果你吃飯 有些不鏽鋼刀 刀叉都供應 廚房那些刀就收起來了 OK 沒辦法 唯有等他 你說治標 當然是提供多些精神治療服務 治本 當然是改善現在的社會環境 現在環境 居住環境 或者家庭問題 都是很難解決 就是好像那個 南亞瑞哥婦女 你離婚 又低下層生活 帶著三個女兒 住劏房 言語不通 別人生疏 整個基本環境 正常人 都很難 真的很難解決 好 看看另一則新聞 另一則新聞 最近警隊開放 昨天20號的時候 公佈正式登陸小紅書 是繼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YouTube 微信和微博 這六個社交平台之後 現在再開多一個平台出來 警隊當然是警隊一哥蕭澤儀 希望可以透過年輕有活力的平台 講好警隊故事 而且他還有拍了一個宣傳片 叫做首城前傳 而警隊一哥處長也說 希望大家在6月24號的時候 我們這個週末一起去看宣傳短片 好像首映了 今天星期六首城前傳 就在無線播放 他登陸小紅書 我覺得又拍首城前傳 警方PBROB 成為了一個柱之後 動作都相當進取 肯做事 起碼肯做 效果另外計 登陸小紅書 就是內地 內地對於香港警察的形象 非常之好 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警匪片很好看 都是一個宣傳 宣傳 因為香港警匪片拍得很好 我們這樣寫警察和內地公安是不能寫的 登陸小紅書之後 內地公安很多都學習 比如說我們學習警訊 很多事情都是 處事立即開建制之代會 很多事情都是內地公安都經常跟警隊取經 那我就說 比如說警察形象 香港 你拍首城前傳 或者首城 當然就是表現香港警察的形象 19年之後 那個布塔扭曲很嚴重 現在你考警察 沒有人投考 年輕人 19年之後 考到都不敢做 當時是 現在都是等待大家去考 所以就降低了很多資歷 我想說 有時候真的要 香港我們以前小時候 警察的形象 真的不太好 70年以前 ICC之前 所以大人 經常嚇到小孩 你不要害怕 我要警察來抓你 警察來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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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好仔不當警察 五億探長 警察是一個非常負面的職業形象 真的要去到70年代尾 有ICC 慢慢慢慢逐步改好 大家都不相信 慢慢一步一步好 其實電影真的很好 電影 我們年輕時 有一部電影 是對警察的形象 全部反轉了 接著那部就是《跳灰》 那個《跳灰》 嘉倫做主角 陳恩健寫劇本 那部陳恩健寫劇本 陳恩健寫劇本 他寫到 開始令你覺得 警察做事是很專業的 尤其是 他們去抓到疑犯 推牆 我看電影 我七年代開始看電影 年輕人 我們以前看 曹大華探長而已 那 他一拍到很寫實 這件事是很寫實的 《跳灰》 拍到牆 不是市必要你說 你所說的說話 將作為呈堂證供 哇 整段事情 警察就這樣叫做專業辦案 我是老屈來 不是市必要你說 你所說的說話 我將作為呈堂證供 有個警告在 是的 《跳灰》之後 然後 以後的警匪片 意務吉身 即是 整個警察 如何盡張職守 如何不理個人前途 一定要抓到一個賊 如何顧及市民 有兩個演員 賣力很多 他就是李修賢 李Sir 李Sir 他開了整部警匪片 他自己拍得很認真的警匪片 什麼公僕呢 王家犯呢 他公僕就是寫了一段真的新聞 那時候最怕警察 就是亂開槍 有支槍 他就把一段開槍事件 榴彈箱的小朋友 搬上銀幕 李修賢就是這個警察 哇 死得有血有淚 一系列很認真的警匪片 李Sir的形象相當好 然後就是成龍的警察故事 又是連續拍三角 哇 那當時整個警察的形象 真是去到巔峰了 那這個就是電視 兩個形象 另外這個是電影 電視呢 就厲害了 就辛澤師兄了 那時候推出少年警察 梁朝偉 哇 梁朝偉 他真的跟PBRV警隊合作 剛剛推出少年警校 推出這個辛澤師兄之後 那些人報名 爆了鵬 張家輝就去那裡報 是 是 讀書不成就全部去報 就去警校 張家輝就去報 有多少人去報 有幾個 莫家瑤那些全部都報 另外就是 聶應 劉德華 又是做警察 那兩部電視劇一出呢 再加上電影的時候 警匪片拍得這麼好 哇 警察的形象 一直都好 好好好 我覺得好到曾蔭培做一曲的時候 就頂風了 曾蔭培就說 我們警察 還要穿西裝打太上班 即是 即是 西裝打太的形象要變成 口號都變成了 不是警惡情姦 忠誠勇毅 是 為市民服務 服務至上 是 之前那個酒店 怕人不報案 那個酒店報案 報案大圖 好像酒店Lobby 那樣 那是最頂風 警察的形象 與民同樂 與民為善 去到最頂風 去到19 就不可以說 搞到19 其實19 現在 應該都是世界紀錄 警察 香港警察是 做得非常之好 是 所以你說過 在電影上推波助瀾 我也覺得 因為 我很小時候 我第一次去看 一些關於警隊的形象 就是李sir 即是 我那時候是看 很多不少李sir的電影 他是 職演一些 中高層的警察 帶著一對人去辦案 很大個很親情 沒錯 可能是 范克祖組長 帶著一對人 可能是古惑的電影 或者 那類 當然去到後期的 我記得 例如 那一套 周元發那一部 龍虎風雲 從張家輝那一部 什麼嬌陽 千年蟲 千年蟲 搞笑 自己搞笑 後來那些戲 我一直都看 所以令到我 就算很小時候 對李sir的印象 是很深的 所以他後期千年 他才跟你拍喜劇 他不拍喜劇 警察的形象這麼好 怎麼可以來搞笑 不行的 所以李sir 心文心 這個戲 其實他最主要 他們最主要是 為什麼 警察的形象這麼好 就是 這班警察 當然不會貪污 賄賂 而他們真的去 捉兇兔 不顧自己的性命危險 最重要的是 他們每次捉兇台 都是守護著警察的規矩 有個常識 一定說 我們不是個人英雄主義 你不要亂來 我們用法律去懲治他 你不要一個人去搞狀態 我們不讓社會要很穩定 他永遠的反派 除了一個賊之外 是一個制度 你一定要在制度裡面 完成任務 你不要亂來 所以成龍蜜蜜蜜 我不是砍炮 有探長 探長砍炮 那時候 都拍很多的 政策事 就是他拍出那個制度 你主角厲害 當然一定厲害 但是主角為什麼 那個戲劇衝突來是什麼 你要尊重警察的制度 大家是相信制度 不相信英雄 這個想法是哪裏呢 就是其煉衣示活 Dirty Harry 就是辣手神探 所有香港警匪片的原型 都是抄辣手神探 Dirty Harry 就是說我用很dirty的手法去做 因為制度 不允許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捉賊 他好像最後一場 就是最後一場 Dirty Harry開槍 他最經驚就是捉到一個賊之後 那麼他就說 那些賊槍射過去 他就說 其煉衣示活 我要抓 我要生琴 就是生琴 我不會開槍射死你 他說 你不如你射死我 我撒槍給他 他不如撒槍給他 他不如撒槍給他 那我撒槍開槍射他 剛剛那支槍沒有子彈 就是他都是 Dirty Harry就是講這件事 到最後 我真的不是想打死你 我想捉到 不過你比我沒辦法 不要開槍 所以 其實香港警匪片 他真的捉到那個民心 抄到勒手神探那個系列 那個精髓就說 他是英雄 但是反派是制度 你不可以破壞制度 就自己做英雄 你要尊重那個制度 那麼以後市民出來的潛意識 就是說 他不是相信李修盈 我不是相信成郎 我不是相信其他事情活 我相信背後還有一個制度 那個制度才公平 就是他的潛意識 那個戲劇 那個言外之音 是靚在這裏 是透過一部一部戲 慢慢可以入到民心 是啊 你說打餐飽亂 那麼肥都行 但是 其實他們完全懂得寫 就是說 最好看 所以國內的警匪片 為什麼這麼喜歡香港警察 警匪片這麼好看呢 他的迫力是來自 他說的制度要建設 所以譬如你國內經常說 我們怎樣可以搞到 ICC像香港那樣 重建別人的信心呢 不是說 我拍兩部很厲害的警匪片 啊 就是 觀能刺激 飛車開槍 你寫不寫得到 你公安的制度 令別人可信呢 那麼 香港又寫到了 因為他有 他是鬼佬上司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很奇妙 是比較容易寫的 就是你香港人幫香港人 你不要緊 我扔他 你搞定我 大家是香港人 那如果是上司 又是香港人呢 我幫Garry 應該被人嚇我 什麼什麼 那上司 如果是華人 都隻眼開隻眼閉 就是 大家血龍血水 感受到那種感覺 但是鬼佬就不同了 Garry 我警告你不要亂禮啊 我們 英女王是有我們英王祭號的 你這樣搞法 亂了大龍 我們很不行 你用英文說 This is order 是不是 你用英文 這個黃敏德來的 現在都出去說 Garrylotte你放假了 不行 This is order 為什麼用英文說 這是制度 你用英文說 這個外語說 就不同 老實說 我看不到 中國人上司 我看不到 是嗎 我看不到 鬼佬就不會 This is order 中國人說 上司 是嗎 我看不到 拍他 打他 打他 這個很奇妙 為什麼我們建立制度 因為我們有 鬼佬 鬼佬是代表了制度 不是Hero 趁假距 你不要亂來 李sir 你明天不用上班 你放下一次炮 你想累死我 回鄉下 看薯仔 你公安就不行 你怎麼說都不相信 沒有香港立竿見影 都效果立即到 所以我很記得 李sir的戲 還有在90年代 我會看回80年代的劇 新澤師英 我也有看過 然後 他有時也會拍一些對比 例如90年代 他拍《五億探獎》 也會說回 原來以前60年代 50年代的時候 是這樣的 然後才去到現在 現在 就變成 因為《五億探獎》 去到後面 其實都是說回 現在已經 ICC建立了 所以你前面那班 大老虎 就一網成琴 這樣 去到最後 他也有一些 小小的反轉 就是 報道式 傳道式的對白 就是 一錘定音 現在就在ICC 香港社會 已經把大集團 全監獄 全部盜住 雖然市面上 還有零星的貪污事件 那裡 你就相信 林美都說 警察形象 四肢監獄 所以 現在 我問回你 或者 以你去觀察 之前拍《首成》 19年 效果如何 或者 跟著 現在 2023年 首成前轉 你的感覺如何 其實挺好的 因為 你可以看一下 自從19年之後 鄧炳強 他做了《一哥》之後 那時候 還是《一哥》 19年的時候 那是恐怖分子 打恐怖分子 還有其中一個 賣點就是 鄧炳強搬水 做特約 出鏡 是做過 盞仔 搬水上車 做過盞仔的角色 我覺得很新奇 過往的《幾任一哥》 前面《幾任一哥》 你都覺得是威武 沒錯 但是 由鄧炳強開始 又不同了 現在去到蕭澤而言 現在他又再去處理首成前轉 變成你 好 我覺得你形象是好很多 會動多了社交媒體 這件事去做 有時候 譬如有人說 盧民商財 你叫幾百個警察 不用工作嗎 拍戲 總是有人說 現在不用拍這些 你還是一九嗎 不用做 槍林彈魚 我覺得又不是 吃得不好浪費 勢是這樣 吃盡 去到尾 才轉 轉另一種拍法 好像有一部 有一個宣傳片 都是林超賢拍的 我不知道在小時候有沒有看過 就是家暴事件 然後 報警警察衝過去 他就說 你只有三秒鐘抉擇 你應該開槍 去救人員出來 還是什麼 還是勸 做警察 你就碰到日常事件 在三秒鐘就要抉擇 你是怎樣 你是駕駛兇 你是清理現場 你是跟他說 你是回報上司 還是開槍 三秒鐘你就要抉擇 香港警察 好像是林超賢拍的 好像是林超賢拍的 這些短片 你慢慢 你拿了這個資本 拍這些就容易 怎樣都要拍 我覺得 不過最好呢 最好呢 當然是找一些角度 不過長劇也有拍 不過現在長劇 都 機場特警也有拍 都很有型 拍都 都是要拍的 都是要洗腦 洗腦 跟廉政相關的片 就一直一直拍 什麼風暴 支風暴 X風暴 連續拍了好幾套 好像五集 顧天樂 因為你們要拍 找回新的角度去拍警匪片 內地很喜歡看香港警匪片 我覺得怎樣找到新角度 這個都幾必要 現在有一些是合拍劇 其中一種新角度 我不知道 算不算是新角度 例如 有些是合拍的 赤島 例如張學友 之前 算不算是 算不算是 都算是警匪片 但那一隻就不是那麼雷紋 他是大片格局 就是打恐怖分子 又弄了原子彈 那些 那些比較雷紋 不過有 現在就 不知道大案是否少了 因為現在最慘 現在最慘的 就是一些案例 有些YouTube的案例 那些拍成電影那些 那個主委 不是在警察那裡 是在犯罪心理那裡 那些變成犯罪片 譬如你正義回浪也好 搭血尋陪也好 即是變成犯罪片 你不是用警察那裡 就是用犯罪者的心態那邊寫 我覺得如果近期 不過都有 即是 近期 譬如近期最精彩 警察最省招牌 那件案就是 蔡天府被肢解案 即是 四十八小時之內 要立刻破案 即是你不能扣留到 那幾個疑犯 四十八小時 他主動出擊 那那個真是 東九龍 東九龍總自揮 重案組 鍾阿倫 這個就形象最好 即是最佳警察宣傳片 即是 即是 這一期都一直都很忙 這一期都不眠不休 一直都很忙 接著真的好像電視藍珠角 一調去西九龍又弄了 西九龍又另一單 但又是他出來說 東九龍西九龍都弄了 整個上半年他都牽亡 整件事是 希望多些新血 希望通過一些 宣傳給年輕人 多些提及警戒服務 沒辦法 你一行行都等人才 都不是一個行業的問題 即是這個 6月24日就會上映的 這個宣傳片 大家可以在 電視台那裡留意一下 好 另一單新聞 這一則新聞 雖然我們昨天在亞洲新聞裡都說過 但因為他保持著有新進志 所以我覺得都頗值得說一說 就是 鐵達尼號觀光潛艇失蹤那件事件 現在這件事件 其實他是18號出發的 真正出發的就是18號 19號一直沒有聯絡的時候 已經是通報失蹤 18號是星期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三 一直以來 包括尋找潛艇公司 裡面的氧氣 是長了七十幾至九十六小時 即是四天 因為現在已經失蹤了三天 所以現在 如果以氧氣量來計 他的死線就去到 明天早的十點至十二點鐘 即是現在來計 是少於二十四小時 現在最新的消息 是來自CNN 在昨天六月二十號的消息 就說 已經是透過聲立去聽到 烤棘聲 知道大概有回應 有反應 還沒有死 沒錯 但是 距離救到還是差很遠 你只是在聲立那裏聽到那個烤棘聲 你還要 真的去計算他在哪裏 然後 不要忘記 那個位其實是近鐵達尼號的位 鐵達尼號為何一直以來都沒有想過打樓上來 就是因為他太深 說的是 三千五百多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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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置 所以是 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搞 現在 我剛剛看 和你剛才開始錄影之前 再納一納 他還是說 聽到那個烤棘聲 雖然海面有搜索 但是那個位置實在太深 是很難去 很難搞 唉 我不知道賣點在哪裏 你說上太空 一天就上太空 一天就下去深海堤 但是你這樣看 多數看廢墟 看遺跡 你不是羅馬鬥秀場遺跡 你不是墨西哥 神殿遺跡 希臘 奧林普斯山遺跡 巴黎神殿 現在真是鬼夫神功幾十年 你下去 只是看一隻爛船 其實那個壯觀 其實那個美感 和壯觀 你當看一件事 是陶爺性情 旅遊 開眼界 我感受到人類在廢墟 那裏 都感受到人類文明的 摧殘一下子就沒有了 其實鐵達尼 我覺得未必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 如果你想這樣看 一下子就沒有了 可能看龐佩古城 是的 龐佩古城 他真是很大 即使現在廢墟 都很大 當然當時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隻郵輪 是吧 但他也不是去到這麼震撼 只是郵輪 多兩個煙空 另外悲劇 很多元鶴教授 現在呢 你死那麼多人 冤魂 真的去謀財 商業用途 這些地方 很邪 所以邪男 沒有什麼人去 其實這壇生意 聽說 我覺得 其實都是蝕蝕的 我覺得很貴 百幾萬一程 接近二百萬 不便的 接近二百萬一程 你未必有這樣的闊 有這樣的 像蝦丁一樣的脆味 我去進去看 我純粹支持一下朋友 未必 你一程吃多久 你這麼大投資 這壇生意其實都幾難 這個觀光鐵達尼為鞋的生意都幾難捱 那 所以就要富豪才能進去 不過有不少的富豪 都是有一種冒險的心 其中一個我最想起的就是 Richard Branson 就是 維珍的老闆 他都搞太空的 他都去坐在一份 坐在一份 不容易跟七八個朋友 衝上去太空 感受一下無重的飄浮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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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 也有 他也是很出名去做這些 很 優勢 很 冒險 很冒險的事情 這樣 所以現在 而且 在裡面的乘客 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 潛艇這間公司的創辦人 包括 這一位就是他的創辦人 他也是在 那一手潛艇裡面 當然他也是為了自己的公司做一個宣傳 也都陪了一班大客 這次就糟糕了 就算上來 這堂生意都 都脫搭來的 是啊 這堂生意都脫搭來的 另外 我旁邊的小小花邊報道 為什麼這堂生意都很難維持 沒什麼錢賺呢 據聞 雖然說那個 泰坦號很厲害 有什麼碳纖維造 又載到六個人 又落到3500呎 裡面的儀器設備 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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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縱桿呢 遊戲機的Xbox 又當是 可能現在一層白色 說你壞 那些什麼通訊設備 那些 那些 搭一些東西上去就是 我上一次 我都害怕 現在有些這樣說 裡面的設備 都是流流的 很多拉閘成君 補補貼貼 不過有時候不知道 以前我想起 美蘇爭霸的時候 美國都經常取笑蘇聯的太空船 都是這樣 很流料 隨便弄一個 米錶 要車拆出來 這樣 當是飛走太空 從那時候都去取笑蘇聯的太空船 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 特別是他出了事 總是要找些東西寫一下 或者找些 找些 少事原因 可能才會有這樣的 小報的消息 一層白彩 那些負面消息 都不斷出來 聽說 哈丁 我們香港人 可能有些朋友都認識他的 原來哈丁 在香港讀過小學 是 這個是其中一位乘客 就是 英萬富豪 哈丁 他是 飛機公司的主席 你看看 哈丁 他的紀錄 都是偏向很冒險的 例如 自己去駕駛灣 留客機 圍繞飛越南 北極 四萬公里行程 他都是喜歡 這些 這些 來比多很多 精力過的人 還有 看起來都很有魅力 很有領袖魅力 剛剛才在前年 去挑戰 馬里亞納海溝 最深處 是 10900多米 哇 這些 很滿足 個人滿足 不過不是我們那杯茶 如果太空朋友請你去 Kerry 請你去走一轉 不用了 我都不用 不用了 他要簽生死狀 是不是去太空 和下深海 好像都要簽生死狀 保險 保險未必收 應該是 保險未必收 未必薄 我前兩天 就和大師 拍了一個專題 就說 朱木羅馬峰 朱木羅馬峰 要爬上去 都有保險獸 當然很貴 但是 你說朱木羅馬峰 其實已經是一個 在冒險來講 都算是其中一個 大眾化 大眾化了 有幾個套餐 朱木羅馬峰頂 山腰 又不知道 這個風又另一個風 都可以 有三個套餐 給你選擇 但是你說 如果去到 馬里亞 立海溝 地球最深處 或者上太空 這些 暫時還沒有 打算 這些 我們不是富豪 想都不要想 又認識不到富豪 所以 都是 我們的想像 希望 祝福 快點找到 九十六小時 希望 那些氧氣 盡量 可以找到 所以現在 聲立已經聽到 他們的敲聲 但是 距離 真是救到 都還有一段距離 這個要再 再等多 再進一步 再等多時間 緊貼 緊貼報道才可以 不過 只不過 你剛才說 鐵達尼號 這一部分 比較邪 那邊的海域 原學家 口行有 說 人家死了這麼多 人家的陰氣這麼重 三千 都想不到上面投胎 很多還在裡面困住 以中國的原學來講 很多冤民還困住在裡面 你還搞他 他就打你 這輪 那些什麼 New Age Spiritual 那裡的負能量 是很多的 是 負能量是很多 那你進去那些 負能量出來 就打到你了 那這些 幹嘛搞他呢 分分鐘 外星人在裡面 是吧 拿出來做基地 你又不知道 因為外星人住在地球 很底層的 是 外星人 他就發射 電波就干擾了你 是有東西在裡面的 不是鬼 不是這個幽靈 是外星人 是 是 人 是 是 所以 你搞他來做什麼呢 是 所以 希望沒事 現在 隨著時間過去 的確 越來越忙 我現在 希望有些什麼 奇蹟出現 是 這個 這個 成的外星人 敗的外星人 我希望 幫他一把 好了 那今天 亞洲新聞的時間 到這裡先 多謝超人 OK 拜拜 拜拜